你不用合理的方式解决 解决不了事情 你不要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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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不给进 儿子偏要进 家门都关了一半 而至今趁着老爸不注意 修一下肉身撞门闯入 父亲吓得不停大吼 远警健壮 一个箭步冲上前 疯狂压制 狂喷辣椒水 被警方压在地上 撞碎男孩奋力挣扎 顺致大脚 猛踩远警 去控反抗扭打 最后不敌警力 被牙齿带回 离谱硬闯家门 究竟怎么回事 我在这边而已啊 我在这边而已啊 我们进去啊 我在这边而已啊 你去关门了啦 就在门口不停跳针 儿子回老家 却被爸爸拒与门外 激烈对死 原来这名32岁 和姓男子 长期在台北工作 带出花莲老家的父亲 却频频收到 法院地检署寄来的 未到案通知 几通气单 儿子20号突然返回花莲 父亲气到把人狂撵出去 想不到儿子还不罢休 谎报爸爸失踪 引诱警方到家 强逼开门 隔天还继续坐在 老家门口当门神 警方调查 发现核心男子 过去城市侠内的毒品人口 这回大闹老家 不仅当场成了现行犯 更让爸爸气到差点吐血 不顾血缘 报警抓儿子 恐怕只想把逆子 红出家门 记者华联采访报导